老李啊,这铁路终于开通了,啊。 老张点了一根烟。 是啊,走等着呢,走吧,上面叫咱们今儿个试用铁路,如果咱们试路成功,这条铁路啊,也真正的可以通火车了。 老李说完,就背着手,走到了火车旁边。 老李啊,我怎么感觉你今天怪怪的,你怎么了? 老李吸了一口烟,重重地吐出。 没,没什么,走吧,时间差不多了,咱们去吧。 老李说完上了火车,老张把烟头一掐,也上了火车。 这条铁路啊,是中国高铁公司投资的一条高铁,是用来运货的。 去年夏天开的工,到今年的冬天才完工。 老李和老张呢,都是这条线路的负责人,两个人都是铁路上面的老手了。 这一天啊,因为铁路完工一个月后,上面要牢与老张两个人去失路。 你还别说,这高铁还真的不假,比咱们之前开的火车都快,而且这路也缩短了很多呀。 老张把控制器又提上了两格,达到了最高速度。 老张啊,我今天的眼皮儿一直跳,是不是有倒霉的事情发生啊? 老李又把控制器往下拉了两格。 能有,碰,老张还没说完,就听到外面一声碰,火车撞到了东西。 老李马上把火车的强制措施拉了上去,火车又跑了几百米,停了下来。 两个人下车,往后面就这么找着。 妈呀,老,老,老张。 老李一下子坐到地上,老张听到老李的叫声,也慌忙跑了过去。 老张看见,车轮底下有一个女人,身体已经被压成两半了,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他俩。 这老张的腿一软,也坐到了地上。 两个人缓了一下,老张哆嗦着走了过去,用手试了一下女人的呼吸。 刚把手放在女人鼻子面前,马上又收了回来。 转过身,弱弱地说。 老,老李,他,他,他死了。 老李一听死了,马上站了起来。 老李,你在这边看着现场,我去交你站叫警察。 老张扶着老李,回到了控制室。 好,你快点回来啊。 老李颤抖地点了一支烟。 这老张马上往前面跑,找交通站。 老李大口大口地吸烟,不知不觉的老李觉得自己的头有点晕。 慢慢地就失去了知觉。 等老李醒来的时候,感觉已经过了很久,但是老张还是没有回来。 老李有些害怕。 碰碰,老李突然听到外面有敲打的声音。 而且那个声音离自己越来越近。 突然,声音停止了。 老李慢慢地往火车门外面看。 砰,一双手就搭在了老李的肩膀上。 老李猛地一下,摔下了火车。 老李看见了一张惨白的女人脸,而且脸上都是血。 而且女人只有半个身子。 老李大叫,边叫边起身跑。 老李,老李,我回来了。 来,警察,老李就在控制室里面。 老张带着警察来到了控制室,却没有看见老李。 你说的那个老李呢? 警察看着老张。 我也不知道啊,我去找你们的时候,他…… 碰,外面突然响起一声。 所有人赶忙跑过去,可是外面什么都没有。 老张带着警察来到女人的尸体旁边,可是火车车轮底下只有一大滩血和半截身子。 这女人的上半身不见了。 这,这…… 老张睁大了眼睛。 突然,一名警察说, 哎,你们看那边。 所有人顺着那名警察说的地方看过去,老张当场就晕了过去。 后来啊,老张被送到了医院,等老张醒来的时候,已经疯了。 而这场事故被警察破了。 因为女人的大义以为铁路还没有通车,所以抱着侥幸的心理准备过铁路。 谁知道,被这火车撞到了。 而那天老张看过去的时候,他看见老李正在一根电线杆子上面,而老李的脚被半截女人的双手死死地抓住。 等警察过去的时候,发现老李已经死了,被活活地冻死了。 至于为什么老张这么慢,是因为当时的线路是刚刚开通的,所以交通站还没有修。 老张只能跑到另外一条线路的交通站叫警察,而那名女子的尸体后来被拉去活化。 至于为什么当时老张说女人已经死了,后面为什么又拉着老李的脚? 这个呀,到现在都没有人能够解释。 而且听说听过这个故事的人没有几个,因为当时铁路和交警要求封闭这个消息,免得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,所以知道的人也只是少数人。 而且听说后面知道这个故事的人晚上都会做一个梦,梦见那名女人的上半身来找自己。 所以希望大家看过这个故事,一定要快点忘记它,不然的话…… 这个故事的人都在一起,我们一起看! 我们一起看! 我们一起看! 我们一起看!